卫生局在普里镇风雨球场大型接种站 为县内65岁以上的民众造册接种第二剂疫苗 普里卫生所主任苏志忠表示 该接种站从29号开催以来秩序良好 民众皆以造册排定时间前来接种 以30号只共接种于2600人次 今天我们普里镇开打的是65岁以上的长者的第二剂的莫德纳 那我们这两天预计施打大概会2600到2700位长者 那都有依照顺序按礼别 大家照顺序来有条不问的来 大家都打得到希望这位长者可以照单子上面的时间 到现场来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话再提醒各位长者就是说 打完莫德纳第二剂完之后 大概隔七天以上就可以再来施打今年的流感疫苗 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样子 今天去煮莫德纳的第二剂 感觉怎么样 感觉没问题 没问题 你跟总组上速度看不怎么样 很快 我会让我们这个规划的动线规划就很好 很顺势 很流畅 我来煮第二剂的莫德纳 时间很遵循 变成就开始煮了 这动线都不错了 一瞬就好了 感谢我们卫生所和政府家的安排 谢谢 感觉不错了 卫生协业副局长吴美玲表示 年满18岁以上 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民众 在11月1号以及11月3号 可直接到现内COVID-19疫苗合约院所 包括医院、诊所、工会、卫生所等85家 进行网站或是电话预约 以各单位排定的时程前往接种 南投县65岁到74岁的疫苗的第一剂的接种率 已经超过了8成 但是全县的疫苗的第一剂的接种率 也快要接近7成了 我们希望利用在11月1号到11月3号这段期间 我们争取到的中央配播的VNT跟AZ的疫苗 来帮我们县内18岁以上 还没有接种第一剂的民众们 来进行疫苗的预约接种 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 能够在这段时间把握机会 到我们县里面有三个疫苗的接种站 它是南投布里医院 草团疗养院 还有我们的福里荣民医院 他们在医院的网站 有提供这样的一个预约系统之外 在县里面的83家的合约特约的 一个接种单位都可以打电话进去 跟他们说你想要预约接种第一剂 那我们的合约院所都会为你安排 VNT或者是AZ的这个 第一剂的这个预约接种 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乡亲 能够踊跃的来前往做预约 希望在这三天的期间之内 我们把剩下的这一些些 还没有办法接种到这个疫苗 第一剂的这个民众呢 把他们的这个接种能够完成 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社区防疫力 县党林明珍也极力呼吁 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民众 尽数在秋冬季节来临前 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增加自身免疫保护力 另外新闻及行政处也在现场 为提高65岁民众交通安全意识 配合前往进行交通安全宣导 民众响应热烈 记者上天佛不立正采访报导